奇巧劇團推出了新作品叫做 我可能不會度化你 他描述平常度化凡人的佛陀 基督還有阿南 正在充滿南洋風味的小島上度假 卻碰上了一個苦哈哈的人 他揚言要是神明們不度化他 就要把這個小島炸掉 很特別吧 而且劇團會融合歌仔戲 玉劇還有嘻哈搖滾 他們要跟觀眾重新思考 宗教信仰的本質 這是在演歌仔戲 還是在演玉劇 怎麼又像是歌舞劇 劇團的作品混搭了不同風格的形式 結合了歌仔戲 玉劇 嘻哈搖滾等曲風 採取跨劇種的拼貼 打造有趣的爆笑喜劇 吸引觀眾進入劇場 用很好玩很有趣搞笑的方式 或是說很貼近我們現在年輕人的儀會 現在當代我們現在的人們的儀會 跟甚至是符合台灣現在的這種多元語境 所以我們不是單一劇種 我們是多元劇種 只要融合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東西跟我們現在社會上 我們的人來去共鳴 我可能不會度化你描繪了平常度化凡人的佛陀基督 正在充滿南洋風味的小島上度假 卻遇上一個苦哈哈的人 揚言要是佛陀不度化他 他就要把這個小島炸掉 編導劉建國用喜劇詮釋宗教議題 探討神佛以及信仰的本質 他強調社會上有很多刻板印象 人們應該永遠保持懷疑 劉建國是玉劇皇后王海玲的女兒 不走傳統的道路 他混搭了歌仔戲跟玉劇 把傳統戲曲跟流行音樂結合 也給觀眾前所未有的聽覺經驗 而王海玲也以實際行動支持 親自編曲演唱貫穿全聚的金剛精 戲曲應該它是一個活的東西 它是隨著人類的演變一直在變化的 那演變到了現在 現在我們看到的戲應該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去尋找一個 符合現在人的一種節奏感 或者是說一種 他的一種審美的觀感 把傳統戲曲重新包裝 柔和不同的劇種特色 而創造出新的表演形式